这几天 海南各中小学陆续迎来期末考试 随着双检政策的落地实施 这个期末考试 小学一二年级不再进行比试 学生专注玩游戏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 日前进行了梦想乐园大闯观活动 通过有趣的游戏 灵活的形式 来检验学生一学期以来的学习成果 活动包含了语文 数学 英语 音乐 美术 体育等学科 老师结合学生们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 并给予学生星醒作为奖励 星醒积累到一定数额后 还会获得梦想乐园闯观之星的荣誉奖励 我们是根据整本书的内容来编排的 就是每个内容的知识点都有考到 比如说我们这个一年级的话 有那个分类的 然后让孩子动手来操作 然后还有明辨是非的 就是孩子来判断 昌江第三小学的老师 根据本学期教学内容 设计十二套五指化考题 学生通过抽签的方式 选取自己的试题 在语文考试中 一年级主要以识音识字为主 加入简单的口语交际测试 二年级更注重文章和古诗词的送读 以及好书分享 在数学考试中 二年级的难度体现在乘法的初步认识 和两位数加减法应用 五指化考试还将打分制 转化为星级评定 根据学生表现 每道题给出一到五颗星不等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学生的学习自信 我表现得很好 我对接下来的数学考试很有信心 因为它和语文考试一样 直接念答案不用写 喜欢这种考试 轻松又快乐 而且还没有压力 很多次 why met 吧 语文 语 语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